Hello,大家好,我是JMK 欢迎收看每周360 在影片还没开始之前 记得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 第一则新闻 2025 Proton Persona渲染图出路 它会不会就是传闻中采用新引擎的国产B-7 Sedan呢? 最近Diotter就绘制了2025 Proton Persona的渲染图 而根据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 原厂在2025年年末会将Saga以及Persona合并成一款车 而这款全新车型同样预计会采用 新的1.5L自然近期引擎 只不过有关消息并未获得Broton的官方证实 目前Broton入门的四门轿车有两款车型 分别是国民轿车Saga和Persona 虽然说这两款车型每个月可以帮助Broton 交出超过7000辆的车车量 但实际上两款车型不管是在车身尺码 还是价格部分都有一定程度的重叠 实际上并不是太符合经济效益 加上Saga的工厂可能会面临拆迁 所以未来产品的计划应该会有变数 根据之前流传的消息 原厂会在2025年末或者是2026年推出一款全新的入门四门轿车 这款车型将会把Saga以及Persona整合成一个车系 并且节省资源 让车辆可以有更具竞争力的价格 不过暂时没有更多关于这款车的详情 仅知道这款车大概率会采用全新的1.5L自然进气引擎 以中国版本的D豪作为参考 最大马力为125hp 峰子扭力153Nm 整体来说比起目前的Cam Pro都还更出色 考虑到Saga以及Persona已经是2016年推出的车款 其竞争力设计以及空间表现和新推出的车款已经有着很大的距离 因此新一代车型在计划中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我们曾经向Birdone官方询问 但是官方并没有证实这一消息 那么我们在明年会不会看到新车呢? 就请拭目以待 第二则新闻 Honda City Hatchback小改款大马发布 全车系标配Honda Sensing 开价85,900起 这一次新车依然维持了5个车型可选 不过原厂用新的Petro RS取代了之前的VSensing车型 另外Honda Sensing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也成为了全车系的标配 这一次新车跟City Sedan小改款一样 在细节的设计上有进行优化 像是它的水箱护罩上搭配了一个较小的Solidwing杜格 或者是钢琴黑烤器的试条 配上了蜂窝式的水箱护罩 同时侧群和车尾保险杠设计也与之前不同 并且在RS车型上还可以看到有扰流版 为它带来更加出色的运动氛围 在内装方面的升级就是它的仪表 换成了4.2寸TFT彩色屏幕 另外它的中控触屏主机虽然维持8寸 但是换上了高清屏幕 清晰度比起小改款前更好 而且RS车型还新增无线Android Auto和Apple CarPlay的功能 在动力的部分还是一样 有1.5L iVTEC自然进气引擎配CVD变速箱 和1.5L iMMD混合动力系统可选 前者最大马力表现119hp 峰值扭力表现145Nm 后者拥有最大马力表现107hp 峰值扭力表现253Nm的出色动力输出 最后新款CT Hatchback已经正式在我国发布 新车开价85,900起 有兴趣的各位 即日起可以到各大Honda展示厅看车试车及订车啦 还有想要知道这辆车更多详情的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来观看这辆车的介绍影片 第三则新闻 大马新车销量超越泰国 成为阿西安第二大汽车市场 在大马几乎人均都拥有一辆车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新车销量一直以来都低于泰国 常年卫军阿西安第三 不过在去年得益于大马新车销量大涨 达到了接近80万辆的记录 让我们成功一举超越邻国泰国 成为了东盟区域内仅次于印尼的第二大汽车市场 根据Nikkei Asia所整理的东盟各国新车销售数据 他们就发现到大马从去年6月开始到今年的3月份 大马已经连续三个季度超越泰国市场 而如果按照2023年全年新车销量来看的话 由于自去年6月开始 泰国的皮卡市场销量低迷 因此在去年全年泰国市场的新车销量 仅有77万5780辆 相反大马去年的新车销量同比2022年大涨了11% 全年新车销量达到79万9730亿辆 也代表着我国正式超越了泰国 成为了东盟区域内仅次于印尼市场第二大的汽车市场 那去年我国的新车销量主要得益于两大国产品牌的销量给力 因为在去年Broadway和Broadway两家的销量分别上涨了17.1%及11% 两家就占据了大马60.2%的市场份额 他们一共在我国售出了484936辆新车 也是2023年我国新车销量能够超越泰国市场的两大工程 最后虽然我国的新车销量已经超越泰国 但是MAA预计2024年本地的新车销量会比2023年稍微下降7.5% 他们预测今年全年本地仅会售出74万辆新车而已 而这很可能就会让大马把东门第二大汽车市场的地位拱首相让回给泰国了 所以想要保持东门第二可能就要靠大家多多加油咯 第四则新闻 领跑汽车与Selantis成立国际合资公司 将大力发展海外市场 计划第四季度进军大马 随着Selantis去年大手笔购入中国造车新势力领跑汽车股份后 今日双方正式宣布合作成立国际合资公司 未来领跑汽车将交由Selantis为他们经营海外业务 原厂计划最快今年第四季度正式登陆大马市场 其中Selantis将在这家合资公司占股51% 而领跑则占股剩余49% 而这家新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负责在中国以外的市场销售领跑旗下车型 那根据他们的宣布 他们将在今年9月份开始进军澳洲市场9个国家 而在今年的第四季度 也就是10月到12月 他们将开始进军印度和亚太地区 其中就有包括马来西亚 而其中他们向海外市场投放的首批产品 就是领跑T03和领跑C10 其中T03的定位是A7 Hatchback 它主打的就是好看及好开 而它在中国的起步售价仅从49,900元人民币 至于C10定位为D7 SUV 并且它在中国当地提供纯电版及REEV增程版可选 当地起步售价分别是纯电版128,800元人民币 及增程版135,800元人民币起售 最后 领跑汽车将会参展下个星期开幕的Malaysia Auto Show 相信届时原厂就会在现场首发展出一些新车 不过实际在我国开卖的时间可能就要到今年第四季度了 不知道大家期待它的到来吗 第五则新闻 BYD Shot正式登场 马力超过430PS 零百加速5.7秒 新车墨西哥开价约251505起 之前多次预告的BYD Shot终于在上个星期正式亮相 这款车是基于比亚迪的DMO平台打造 它搭载1.5L Turbo加PHV插魂系统 最大马力超过430PS 拥有零百加速5.7秒出色性能 最大拖载重量2500KG 这一次的Shot是采用比亚迪为硬派越野而生的DMO超级混动越野平台打造 这个平台的全称是Dormood Offroad 它是带有大量的Ladderframe 也就是说非承载式车身 因此它的越野能力可说是毋庸置疑的 而这款车的定位是中型皮卡 它的车身尺码为长 5457mm 宽1971mm 高1925mm 轴距3260mm 是同级中最大的 它的对手指定Toyota Hilux Ford Ranger及Mitsubishi Triton的热销同级车款 它的水箱护照中间有很大个的BYD logo 加上C字形的头灯组 基本上它一出厂就能让你知道它是谁 而在车尾就能看到有皮卡车型上少见的贯穿式尾灯 同时还有BYD logo表明身份 另外不同于一般的皮卡车型 这款车拥有十分出色的内装质感及科技感 可以看到有10.25寸全液晶仪表 12.8寸中控触屏主机及12寸WHUD抬头显示器 其中它的主机不仅支援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手机连接功能 也有BYD家族主传的旋转设计 在动力的部分 这款车将搭载1.5L Turbo引擎加PHV插混系统的DMO双模式越野 按照官网上公布的数据 它的最大马力超过430PS 让到这款皮卡可以在5.7秒完成0-100的加速 官方油耗仅7.5L per 100km 而它的电池组采用的是BYD29.6 KWH的刀片电池 据介绍纯电续航可达100km 同时满油满电最远续航可达840km 它的电池采用CTC电池底盘一体化技术 通过将电池内置到底盘内 可以有效提升车架的刚性 另外这款车具有沙地、泥地和雪地三种越野模式 而且通过虚拟差速所实现前后轮的扭力分配 让到车子实现更出色的越野能力 它的后斗拥有1450L载务空间 最大载重可达835kg 同时最大拖载能力2500kg 让你不管是载货或是想要拖载房车出行都不是问题 最后新车在墨西哥当地开价 899,980墨西哥比所起 虽然目前暂时还没有消息指出 这款车会不会在本地发布 但有鉴于这款车是拥有右驾车型 因此未来进军本地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哦 最后如果这辆车来到大马的话 你们觉得它会撼动到Hilux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360的内容 喜欢的话请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 还有follow我们的ig deto小红书 我是JMKING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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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